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來給Mk1核電做個收尾 基本上Mk1就很夠了 考慮到IC2還有很多其他東西 核電暫時就講到這裡 網上的Mk2、Mk3具有使用價值 可以提供更高的瞬間功率 或是往更高階科技發展的話 可以用液體反應爐跟海洋燃料棒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核電 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很多人想聽的話 我們講講其他東西就再回來繼續說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把Mk1先關掉 打開模擬器 對,今天不需要Mk1 帶大家來看看網路上厲害的核電設計 是怎麼達到最高功率跟最高效率的 首先是這個由LightOne大大設計的 如果你還有印象上一集 二連燃料棒我們只做出了300U每Tick 每個燃料棒產出熱量48 用三個金風扇,散熱60 這中間有些散熱力浪費掉了 我後來又做了一個四連的版本 這裡用上了原件散熱風扇 四連的產熱是96 周圍四個散熱 每個必須要負責24的熱量 但最厲害的超平均風扇 都只能散20 剩下來就要交給原件散熱風扇來處理 每個原件散熱風扇可以幫周圍四個 各帶走四的熱量 這一個超平配一個原件 正好就可以處理掉24 成功提升功率到360U每Tick 而LightOne就是在二連用上這樣的技巧 讓它的反應堆形狀能夠更加的正方 就能夠有更好的堆疊 造出更高的功率 這邊燃料棒產出熱量48 剪刀金風扇散熱40 原件風扇再幫每個金風扇散熱4 剛剛好處理掉所有的熱量 比我的二連多了一組 整體功率是360U每Tick 不用用到四連就省下來一些製作燃料棒的材料 很厲害 再來看看一位叫SSD的大大設計的反應堆 這個就更金了 因為原件風扇會幫周圍每個都散熱 同一個區塊兩個超頻可以共用一個原件風扇 還能更進一步讓不同區塊共用原件風扇 這就是SSD的擺法 從右下開始 由右至左由下至上 盡可能密集堆疊之後 在剩下最後的空間 塞上一個四連 這個四連會把熱量傳給反應爐本體 再透過超頻風扇把熱量從反應爐吸走 而熱交換器則是用來平衡超頻風扇間的熱量 複習一下超頻風扇的規格是 從反應爐吸36 自己排出20 加上一個原件的話才排出24 如果不用交換器平均 第一個吸熱的風扇就會先爆掉 當然最後整組就會爆掉了 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這個設計很神的地方 它連核電程式處理的順序都利用上 壓榨出馬克萬核電 最高的功率 420Eumatic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好奇 為什麼一定要從右下 為什麼一定要由右至左右下至上 很不直覺 一樣堆疊換了方向 就會炸掉 其實答案就在核電程式的處理順序上 核電程式計算的順序是很直覺的 從左上開始 由左至右由上而下 一格一格讀取跟計算 最後多的給反應爐 所以 如果是照一般習慣順序擺方的話 其他區塊都沒有問題 到了多塞的那邊問題就來了 我們把時間切到一個Tick這麼短 第一個Tick 當程式讀到這個的時候 這個的結論會是-24 下一排的這個是-24 這個也是-24 再來沒有東西好交換 然後-24 最後產出96 這邊我沒有看過原始碼 不確定它會不會同一個Tick內 去吸收反應爐熱量 還是留到下一個Tick那一輪處理 但不管是哪一種 吸收順序都是照讀取順序 而不是大家均分 這個正常順序堆疊的反應爐 這個Tick或下一個Tick 能夠優先拿到反應爐熱量的元件 就是第一排的第二個 從反應爐拿了36 自己加原件風扇幫忙 共排出24 累積12熱量 接下來是第五個 第八個 一直到經過八個超頻風扇後 才能將反應爐的熱量拿完 而到這輪快讀完時 用是-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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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96給反應爐 後面這整區的風扇都沒有拿到熱量 最後一個燃料棒產出的96 都給前面的風扇拿去了 前面的風扇又沒有辦法處理 每Tick多出來的12熱量 按下模擬就會得到120秒後爆炸的結果 同樣方法看正確的順序 一開始燃料棒就產出了96給反應爐了 第一排第三個拿走36 剩下60 第五個拿走36 剩下24 第六個拿走24 拿光反應爐裡的熱量 第八個就不受到反應爐熱量影響了 再來第二排第四個受到上面熱交換器傳來的熱 因為每一次都是均分 要經過幾輪之後這個傳熱量才會穩定 最後這一組散熱裝置 總共可以從反應爐散出96的熱量 正好抵消第一格燃料棒的產出 真的非常厲害 我自己弄了一個超頻 配一個元件 不只過度散熱還沒有辦法達到這麼高的功率 直到360EU每Tick而已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完全不同的設計概念 核電除了追求高功率外 另一個方向就是追求高效率 背景資源有限 除非還有裝Buildcraft或者是其他強大礦機的模組 不然要養個核電也不是這麼容易的事 雖然直接輸出功率低 但配上儲電設備在伺服器上使用 沒上限依然可以充電 確保上限時有電可用也是很棒的 核電效率的概念比較簡單 會隨著周圍的燃料棒或反射板提升 越多放在一起就會越高 簡單的例子 一輪2萬秒的反應 我們把兩個單管分開來放 功率是10EU每Tick 擺在一起則會變成20EU每Tick 一樣的燃料棒消耗量 總產電量就變2倍 這樣效率就是2 而我們前面看的都是效率3 大家可以自己回頭算算看 我就不算了 既然是追求盡可能堆在一起 就沒有辦法去怪化設計了 這個例子是一位叫Zombie的大大設計的 4連跟2連一起使用 功率是280EU每Tick 產熱量是640 燃料棒放在一起 風扇區域也會是一個整體的結構 風扇要嘛能夠完全清除拿到的熱量 要嘛就要有熱交換器 把熱量平均給拿到比較少的後方風扇 所以這設計是以熱交換器 為軸心擺放超頻風扇 超頻風扇隔壁再擺滿原件風扇 為了方便理解 把原件風扇排出的熱量算給超頻風扇 統統加起來 散熱量是568 640-568等於72 剩下的空間在塞上 晶風扇跟原件風扇 兩顆散出的都剛好是36 不會累積 剩掉最後的72 就完成了 解釋是這樣講沒錯 但是 怎麼弄出這麼剛好 可能就要做著才知道了 這種設計法我真的是完全想不到 最後一個是Mk1的最高效率 由RIC大大設計 用上中止反射板這個原件 中止反射板是一個對燃料棒產生反應 自己卻不發出任何電力跟熱量的裝置 靠著中止反射板 讓燃料棒達到四周都有燃料棒的最高效率 同時又讓發熱量維持在可以處理的範圍內 四連配上周圍都是反射板 P是1加4除2加4等於7 H是2乘4乘7乘7加1等於448 一般反射板耐久是30K 加後反射板耐久是120K 每根燃料棒每次反應會扣掉一個耐久 2連就是扣2 4連就是扣4 一反射板則不會損毀但造價昂貴 散熱一樣是以交換器為中心 周圍放上超頻風扇 最後塞原件散熱風扇到足夠的散熱量 反應堆就完成了 風扇區全部到左移兩個的話 這個反應堆還可以小裝兩個反應式 功率是140EU-MATIC 效率是7 超級節省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核電教學 強自動化的話我這邊提供一個簡單的方式 把控格填滿無關緊要的元件 例如反應爐板 就能夠讓燃料棒的位置不要跑掉 可是要注意別被燃料棒燒到 反射板也要自動投入的話 填滿空格後分開放入燃料棒跟反射板 讓它們壞掉有時間差 就能保證填入位置 但究竟現在要放入反射板還是燃料棒 投入順序要配合好 或是利用其他模組的管道功能來控制 那這集就這樣 喜歡的話可以在下面點讚分享出去 任何相關問題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會盡可能的解答 訂閱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比較不會錯過新的影片跟直播喔 還有FB粉絲團跟LINE的官方帳號也可以去追蹤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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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